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遗憾输给开尔特人后 胡人的战绩为11胜16负仍排在西部的第12位 依照目前的形势看 农眉和詹姆斯的状态渐入佳境 但是微少的状态却犹如过山车一般 数据网站Stat News公布的数据显示 赛季前6场比赛 微少的三分命中率为接近21% 随后的9场比赛为40.5% 但是自从老詹复出后 微少的三分命中率不足20% 赛季至今他的场均数据为 14.7分5.9篮板7.5助攻 三分命中率为28.4% 这也明显看出 微少确实不适合与詹姆斯一起搭档打球 目前离交一截值越来越近 联盟多支球队都在蠢蠢欲动 胡人自然也是其中一个 他们目前计划的球员有微少 纳恩等人 为此胡人管理层也愿意送出两个手轮签 而胡人近期也与步行者的特纳 希尔德以及太阳的克劳德 奇才的库兹马 活塞的博扬联系在一起 不过就在今天 美媒B2爆料 胡人计划与太阳完成一比二换以交易 潜在的交易方案 为太阳送出保罗 沙美特换来胡人的威少 目前太阳遭遇五连败 保罗糟糕的状态 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不过保罗的组织能力和季后赛经验 会给洛杉矶带来帮助 尽管本赛季保罗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9.8% 但是综合过往的表现来看 保罗是一个稳定的外线射手 能在关键时刻投进致命三分 此外 保罗和詹姆斯的私交甚度 他知道如何和詹姆斯一起打球 而保罗也喜欢与农眉这样顶级的中锋 一起打挡拆 可以说 保罗是威少的一个升级 在组织进攻相媲美的情况下 保罗进入季后赛的能量显然强于威少 此外 胡人在这笔交易中还得到沙梅特 他是一名稳定的三分射手 本赛季他的三分命中率为38% 场均4.2次出手命中率1.6个三分 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进攻空间点 在詹姆斯 农眉 保罗身边 沙梅特能得到更多的空位三分机会 不过 沙梅特刚刚签下的四年4300万合同 可能让胡人管理层难以接受 相比于沙梅特 胡人可能更想要克劳德 对于太阳队而言 保罗确实曾是球队的功勋老将 但是伴随年龄的上涨 以及布克 艾顿的成长 球队的年轻人想要扮演更多的戏份 其中 布克明显想要扮演球队老大的角色 而且 太阳 除了布克和艾顿外 也缺少一个能持续向篮筐施压的后卫 微少的冲击力 仍保持得不错 他的侵略性 或能为布里奇斯 约翰逊这样的外围射手打开局面 也能给艾顿这样的内线终结者送出绝佳助攻 他加盟太阳队绝对能提升这支球队的进攻速度 此外 太阳目前也陷入财务危机 微少的合同在明年夏季到期 届时 太阳就能获得巨大的薪资空间 进而成功留下球队的重要角色球员 如果微少为球队带来帮助 太阳完全可以用更便宜的合同留下他 如果微少与布克搭档的效果不好 那么太阳也有足够的薪资去签下一名向欧文 哈登这样能力更强的后卫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关于交易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勇士的消息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 勇士在课场以111比128惨败给了熊路 本场比赛 勇士除了开场打出了7-0的进攻之外 他们在胜余比赛中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首节结束的时候 熊路便逆转了分差 并且以38-27建立起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随着比赛的进行 下半场双方的分差被越拉越大 最多的时候 熊路在主场领先了勇士有20多分 虽然勇士也吹响过反击的号角 但无奈熊路的封线攻击力强大 最终 勇士输掉了这场焦点战 本场比赛 克莱迎来了一个里程碑 他全场出战了27分钟 投篮16中6 其中3分7中2 凭借着这两季三分 克莱的职业生涯三分命中数来到了2000季 他迈入了2000季三分的大关 与此同时 克莱也是所有命中2000季三分的球员当中 所用场次第二少的球员 他只用了670场就命中了2000季三分 排在他身后的是开拓者后卫利拉德 后者命中2000季三分用了671场比赛 而库里命中2000季三分 他只用了597场比赛排在历史第一的位置 在克莱命中了2000季三分 成为历史上第13位达成这个成就的球员之后 库里和克莱这对水花兄弟组合也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 他们二人成为了NBA历史上首队均命中了2000季三分的组合 不过在克莱和库里的里程碑之夜 很遗憾的是勇士没能赢球 这场比赛勇士在攻防两端都被压制了 与此同时 他们打得也很急躁 想要靠着三分一举逆转比赛 没有从防守端做起 克尔甚至一度上了四后卫的阵型 结果就是 勇士确实在三分线外投出了50中20的效率 命中率达到40% 然而 他们的后卫在防守端被熊禄完全给冲散了 熊禄全队上半场拿了64分 下半场同样拿了64分 说白了 勇士的防守在熊禄面前形同虚设 上半场克尔发现球队的防守很难抵挡住熊禄的进攻 下半场和对手对攻 虽然勇士半场拿到了59分 但依旧打不过熊禄 除了场上攻防疲软之外 勇士前锋 追梦格林还在比赛过程中和一名球迷发生了争执 格林当即和裁判沟通 随后这名球迷就被请离了现场 赛后 格林在采访中透露了两人的对话内容 格林表示 该球迷威胁了他的生命 格林如此说道 那个家伙一直在喋喋不休 然后他说了一些威胁我生命的话 我当时差点就忍不住要去揍他了 我和他离得那么近 不过我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 我找到裁判让他去处理这件事 实话实说 作为主场球迷 支持主队给客队球员施加压力没有任何问题 但涉及到人身安全的威胁超出了比赛本身 这名球迷被驱逐出场也没有任何问题 说回到比赛本身 勇士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 他们的战绩来到了14胜14负 胜率再次跌回至50% 勇士的主客场表现差异 让人有点看不太懂 目前 勇士主场取得了12胜2负的战绩 而他们在客场只有2胜12负的战绩 勇士的主客场呈现出一个镜像的差异 赛后 克尔谈到这一点也表示很不解 他如此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防守在客场比赛的时候总是非常糟糕 这样的对比 不同寻常的戏剧性 我们必须要扭转这种局面 作为一支把真冠视作目标的强队 勇士需要在主客场打出一样的表现 大部分时间内 勇士的主力核心攻防表现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他们的年轻人在客场时表现会有较大的起伏 此前 勇士已经完成过一次东部连续客场之旅 不过 在面对类似魔术 活塞这样的东部弱旅时 勇士都输掉了比赛 截至目前 勇士还没有在客场战胜过东部球队 他们接下来还将在东部连续打五场比赛 对手分别是步行者 76人 猛龙 尼克斯 篮王 基本上 除了猛龙之外 勇士的另外四个对手都处于东部的季后赛行列之中 这几场比赛 对于勇士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逼他 黄界 表现 事